這是詐騙的 這是詐騙的 只要不設防 就有可能一步步 落入詐騙集團設想的圈套 賬戶裡的錢就很難保得住 有一位我後來覺得是同伙的 待我買賣之後 被平常損失大概180萬 之後又陸續投入金額 一直叫我加碼 我就去借了一堆錢 總共被騙了 就160萬 被騙前還怕被詐騙報復 受害者往往不敢直求對決 也不敢對親友家人說出真相 這讓詐騙又有了操作空間 假冒律師名義蒙田受害者 說可以將被騙的錢全拿回來 如果再信了這些話術 受害者又被剝一層皮 最糟結果親家蕩產 歹毒還可以橫行 然後越來越多的案件 就是因為我們常常會把這個案件藏在心裡 然後很怕別人知道說我被騙了 我怎麼那麼丟臉 我怎麼那麼笨 如果我們用更寬容的心去看待這樣的案件 告訴他說真的不用擔心 我們要互相的幫忙 犯錯並不可耻 我們鼓勵曾經被詐騙的那些人能夠站出來 詐團無孔不入 受害者幾乎全球都有 根據全球反詐騙聯盟和資料服務供應商揭露的數據 2022年8月到2023年8月 全球遭詐騙金額大約1.02兆美元 比2021年553億美元 2020年478億美元要高出許多 被騙的最慘的是新加坡 每位受害者平均損失大約13萬元新台幣 瑞士排第二損失約12萬台幣 奧地利損失約11萬多台幣 台灣詐欺損失在全球排第23 但損失金額卻佔了GDP一個百分點 台灣的詐騙金額每一年高塔2000 總共高塔這幾年2000億元 佔全台灣GDP的一個百分點 是所有已開發國家 第一名佔所有已開發國家之冠 這麼多年來 數據不成立這麼幾年來 其實我們看不太到數位部 他到底做了哪些的事情 除了說定面線這個系統之外 好像我們看不太到他太多的成效 那其實我也希望讓這些的單位 如果說未來當然我們也看到 打造新司法也出來了 立了專法 當然這些部會真的都能夠動起來 可是動起來之餘 請告訴我們 他們也說可能每年 可能要做一些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成效的評估太慢了 也許每季或每半年你告訴我 做了什麼事情 尤其數位部 他說他有在做 可是說真的 我從數位部成立到現在 其實我看不到 他對於打炸的功能在哪裡 他就算他就在哪國裡面 叫仙闔 兄 那這只就看不到